而随着夏天脚步的接近花莲南区大西瓜目前都陆续采收 而为了协助农民行销大西瓜农产 瑞瑟香农会除了是在农会购物网来开放预购 另外也将会在5月的第一第二周前往台北 希望广场来展售行销增加农民的收益 孝孤兰西右岸的河床沙利地 瑞瑟香农民陈文雄悉心管理照料的大西瓜可可肥美 今年在老天爷的眷顾下 大西瓜颗粒形状椭圆 瓜皮纹路漂亮 熟成度佳 品质风味更胜以往 今年种植的西瓜的雨季几乎可以说没有 只是初期有比较多 可是在开花结果之后都没有什么下雨 对西瓜的品质跟口感会比较佳 对 会比较甜 也会比较沙 随着夏天脚步的接近 花莲中南区大西瓜也开始红熟 4月底开始就已经有人开始采收 虽然西南部地区西瓜产区今年受干旱缺水影响 部分瓜农 汽根 但是花莲达西瓜不论品质名号已在市场上独占凹头 因此价格也不错 律师江农会也早已准备好各项的展售活动 要全力协助农民行销推广 是我们今年度老天非常配合我们的风调雨顺 让我们的西瓜今年度又大又甜 我们为了协助农民在我们台北西望广场 在5月8号 9号期15 16的时间日期内 我们会在那边做一个行销展售活动 另外我们在我们的日月乡农会的购物网也开放预购 从今天即日起开始 除了实体展示展售 西瓜农以及农会也提供网络栽配订购服务 双管齐下 让全台都能吃得到瑞瑟香香甜多汁的大西瓜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